继续来关注厦门自贸片区挂牌四周年系列报道 四年来厦门自贸片区充分发挥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 在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的同时 打造出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重点产业平台 为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住入了新动力 在厦门自贸片区海仓园区的东南雁都 进口锚烟加工车间 工作人员正在对自主研发的微波杀菌机进行最后的调试 不久之后 这两台设备即将迎来厦门口岸的第一批进口锚烟 并在接下来的燕窝深加工中扮演关键角色 作为厦门自贸片区着力打造的重点平台 东南雁都由进口锚烟加工一体化平台 和东南雁都产业园两部分组成 计划在三年内打造成全球首个 集产盐茂为一体的燕窝行业综合平台 其中东南雁都进口锚烟加工一体化平台 即锚烟清关 保税仓储 保税加工 指定加工为一体 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燕窝保税加工平台 该平台也于近期开始了对进口经验的深加工 那这个保税加工资质也是自贸区支持我们在政策上实现了一个突破 厦门海关也特别的支持我们给了两种很便利的这种监管模式 我们产业园也基本上在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就能进入这个投产了 连设计加工能力是250吨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三年后能够超过百亿的这个产值 艺术品保税展览展示拍卖交易也是自贸区重点打造的平台之一 在伯乐德艺术品保税共享平台二楼展厅内 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最新一批展品情况 下个月这里将举办明清佛像展 吸引境内外的藏家们前来参观选购 这样的保税展览展示活动几乎每月都有 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去年7月入驻厦门自贸片区以来 公司借助保税加政策优势和通关便利化的改革措施 迅速从单一拍卖公司转型成 及艺术品保税展览展示 仓储拍卖交易 艺术品金融等业务于一体的艺术品保税共享平台 他们入驻自贸区仅一年时间 就开展了八场大型展览和两场保税拍卖 我们利用保税加的这么一个政策的话 把境外的拍卖行啊 古董商啊 长家 很多在境外的部分呢 给它回溜到这边来 那我们呢 也又有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文化出口基地 那我们也拉拢了国内的比较著名的当代艺术家 在这里来进行展览 然后带到国际上去展览 等于这个平台成立了以后 算是补切了一个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市场需求 挂牌四年来 厦门自贸片区发挥保税家 金融家 互联网家等 自贸实验区政策创新优势 逐力打造出机电设备 航空维修 跨境电商 融资租赁等 16个具有厦门优势特色的重点平台 并以平台发展为先导 抓紧抓实大项目 吸引境内外 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集聚 目前已累计新增企业4.16万家 注册资本6244亿元 石油企业4.9万家 注册资本7601亿元 企业注册数较挂牌前竞增近6倍 可以说 自贸片区已经成为推动我市 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重要引擎 和一片充满生机活力的 创新创业热土 本台记者报道 挂牌4年来 厦门自贸片区 大胆闯 大胆士 自主改 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改革创新之路 以制度创新为突破 系统集成推出 361项创新举措 打造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以重点产业平台为引领 吸引优质生产要素 集中集聚 推动新经济 新产业 快速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 在新时代 厦门自贸片区 将继续发挥 先行者和试验田作用 不断探索新路 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 走在前头 这片43.78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将继续为厦门改革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